公废流感疫苗开打之后一度引发强大潮 卫福部也暂缓50到64岁非高风险的民众施打 但就怕疫苗数量不足 卫福部已经谈妥疫苗加购 现在传出有一部分疫苗已经到货了 但是对于疫苗的厂牌数量 部长陈时中都没有回应 根据了解包括东阳 国光 葛兰素食克等疫苗厂商 都没有参与追加疫苗采购招标 让外界猜测卫福部加购的疫苗 很可能是法国赛诺飞疫苗 这也让第一线的医师担心 初期恐怕会有民众有疑虑 不想打疫苗 小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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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生流感疫苗陆续开打 即便打了这么多年 不少学生还是有点小紧张 但就怕不够打 卫福部联盟加购疫苗 现在传出已经拿到部分的量 只是对于厂牌数量 部长陈时中都没回应 根据了解包括东阳 国光 葛兰素食克 等疫苗厂商都没参与追加疫苗采购招标 让外界猜测 卫福部加购的疫苗 很有可能就是法国赛诺飞疫苗 但民众真的能接受吗 我们打的是哪个厂牌 打这个厂牌是不是不安全 那是不是会造成 他怎么样的身体健康的影响 买来之后民众又不打 然后这我们是不是就浪费掉了 以国内的国光生计来说 现在要培养无菌鸡蛋 已经来不及 无法追加制造 而台湾东阳也收到 国外原厂的正式回复说 掉不到货 因为南半球的供货需求 达到他们的产能极限 反倒是近期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都暂缓 施打赛诺飞疫苗 会不会因此转卖到台湾来 也是不无可能 对此台湾赛诺飞回应 目前持续向生产端洽询 还没有明确咨询 短期内民众会有信心的疑虑 可能赛诺疫苗会减少 公费是没有办法挑 万一流感起来的话 又再加上新冠肺炎 对国人的健康的危害是更大的 第一线医师认为 短期内公费流感疫苗 恐怕会更难推 但要是染上流感风险只会更大 从原来看还是建议民众尽早接种 这里我们的一声台湾报导